以上一齐悸 Battlefield PAD 在这场战争当中 恶然的打响 晋国派出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叫魏齐 两个将领本来是去议和的 因为楚国不是派了使者了 那么晋国要回访 这个使者结果他去了以后 去跟人家挑战 不是去谈判 而是去挑衅 楚军早有准备 一下子反击 就直接向晋军的大营发动了攻击 晋军根本没准备 是不是 还没准备好 临战准备还没准备好了 他原来派两个大将去 跟人家是议和的 结果议和变成了战争了 这下子就整个乱逃了 所以晋军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 让楚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这仗晋军是彻底败了 晋军在逃亡故城当中 渡过王河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狼狈 船少啊 人多啊 好多船上的人已经满了就要开船 那些跳到水里面的逃兵 就死死地扎入船的弦帮 死活不放 人家上面的人为了逃命 就拿刀砍人家的手指头 几乎手指头把一个船舱都张满了 所以可以想象 这张仗打完以后 那个晋国的医院可忙了 晋国的残废人太多了 都是没有手指头的那些退伍老兵了 就是这么一个惨的情况 当然这个战争当中体现了一种古代的那种 春秋时候那种军礼很有意思啊 我讲个细节给大家看 这个是左传里面记载的 晋军在打败的时候 在战场上逃跑 楚军在后面追 这个有辆战车 当时的道路条件肯定不好 开着开着就陷到泥坑里面去了 晋军士兵从车上跳下来 退车的退车 牵马的牵马 忙得不一乐乎 楚军追上来了 看到晋军这辆战车不跑了 他们也停下来 他们就开始观察 他们在干嘛呢 看到半天明白了 他们跑不了了 陷进去了 按道理的说 我们今天的话 人家跑不了 你冲上去 正好把人家俘虏了嘛 楚国的士兵并没有冲上去 他们不着急 在旁边观看 看西江镜 然后一边抽着烟一边看 看了半天 他觉得晋军太笨了 人质换好为人师 他要指点人家了 晋军士兵们 你们太笨了 你们这么搞车的话 晚上都弄不出来的 告诉你们 怎么把车弄出来 马的缰绳呢 松一点 车上的东西呢 卸掉一点 车轮底下的电两块木板 你试一下 晋军士兵正在满头大汗 着急呢 听到这个话 有点道理 我们不妨试一下 这一试这个车就出来了 这个晋军觉得很没有面子 打败仗本来就没有面子的事情 打了败仗还要人家交 不就更没有面子了吗 所以呢 他得给自己到台阶下 他说 我们晋军呢 自从立国以来 总是打胜仗 从来不打败仗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逃跑的经验 不像你们楚国 总是打败仗的 有丰富的逃跑的经验 我们今天 从你们这里学了一招 非常高兴 感谢 跑了 你要看那个的话 你觉得是个小说一样的场景 实际上 它是正史里面 左传里面记载的 当时的战争 残酷的同时 还有温和的一面 文字彬彬的一面 这就是 周立文化 对当时战争的一种限制 或者人们受周立文化的 这种熏陶 对战争当中体现出来的 一种谦让 或者包容的态度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景 总而言之 碧姬战作为靖楚之间 三大战略会战的第二场 是以楚军的胜利而告终 这一战就决定了 楚藏王成为中原地区新的霸主 取代了靖国原来那种霸主的地位 这对整个春秋历史的影响 迹迹深远的 所以我们说楚藏王 他最后赢 那么取决于 在长期的准备下 然后把握郑国 这个不关键的旗帜 在有利有节 有利的情况下 给对手进取致命的打击 好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